国家重要民宿外党考虎抗水政受到纪念 145年因为水灾过程的生命 这个第四位民宿今年进入178周年 本人管政府兴大基盘考虎抗水政文化节 并在14号的部进行打本打 这周年以及放水点上外党 并兵士兴大国重演 中人扛到饭肚 竟然对数到森林 今年的蚓肠抗水政文化节 在14号的宝信大门开 有金鸠押铚吶尿蚂蚣传咽廟 并共同基监 这家的活动有扛饭肚 放水登上传统科技 现定是终严两张 來 過來 清朝道光年間1845年的時候 因為口湖鄉四湖鄉一帶 發生整個的大海嘯 造成很多人罹難 也很多人死亡 1845年到現在 很多很多的鄉親 都要祭拜祖先 因為我們總是用一個非常堅信的心 要來慎重追援 祭祀我們的先人 所以每一個萬神爺廟 都有它的特色 我們會來萬神爺廟 一斷斷斷的方式來做紀念 然後 這個萬神爺廟 我們用磅水町 我們金屋就用勾水町 所以這是我們無形的文化祝禪 歡迎館長雷先生表示 透過基板勾水町文化祭 如果讓更多人知道其中的歷史文化 也讓大家驚加重視地水問題 現在更好 鄉位地水町已經有不錯的信號 也希望這麼大的水災 不再發生 當然呢 這個水災造成 我們有一個很惡劣的這樣的一個環境神奇 非常慘淡的這個經驗 所以我們的政府也開始了 真的對所有沿海地區的這個地水 一直都來協助 到目前為止 無論我們的 區域白水 或是我們所謂的大牌燒牌 經濟的經濟 和防洪治水 到目前 應該都有一個很好的成效 希望這個水災 可以檢查 保證我們所謂的大牌燒牌 大家的安全 抗水町的活動基盤到現在 已經有178年的歷史 來用不然是對森林的紀念 也讓人重視洗名 已經和大組連共存的觀念 我們繼續林紅白 拆放布兜